你们见过这种男人没有 半夜吃不到东西咬我手 就因为昨天晚上胖虎睡觉的时候 把手放在我旁边 他就说是我咬的 因为这个事情啊 昨天晚上和胖虎吵架 吵到凌晨四点 你看把我手给咬的 朋友们你们觉得我这个手 要不就去打个破伤风 打什么破伤风啊 等会儿打狂犬疫苗去 鉴于胖虎受伤的情况啊 不管是不是我咬的 我今天必须做点好事的给他补补 今天烧排骨 这排骨啊还是从大纽哥家拿的 说起这个事情啊 我都觉得有点丢人 就我媳妇每次回家啊 就跟土匪一样 见啥拉啥 完全阻止不了的那种 是不是所有结完婚的媳妇都这样 哎 妞妞来了 哎呀 把土豆拿进来 对了 把他们洗洗 不是让你洗手 让你洗土豆 好了好了好了 关掉队真棒 勇敢妞妞 妞妞真棒 媳妞削个土豆 削个土豆 晚上回家削爸爸 是不是这个过分了 说这话 那咱俩到底谁过分 是不是我咬的还不确定呢 那咱俩又贵 说不定是这小的咬的 不可能 哎 哎 这不能吃 这不难吃啊 这孩子饿坏了 直接生吃了 像不像妈妈的小保镖 哈哈哈哈 切点配料 再切点辣椒 少放点辣椒 因为肥牛和外婆不能吃太辣的 怎么回事啊 这土豆怎么都到地上了 对 剪 剪 剪土豆 这是土豆 对 还不是这 对了 还秀 你也知道害怕啊 衣服怎么湿了 自从小肥楼开始上课之后啊 话是没教会几句 但是这个调皮镜啊 是越来越调皮了 比之前调皮了能有一百倍 我喜欢这个手啊 天天要举起来一百遍 哈哈 还听不听话了 现在知道叫妈妈了 坐一下水 冒烟了 赶紧过来 赶紧过来 你这才叫掉坑里的 没有泥 没有泥 我不想跟你打火了 为啥呀 妈 你把我手给咬的 还让我做饭 我要做 你就不让我做 就说我做的饭难吃 讲理吗 很多朋友一直问我们 为什么热衷于在外面做饭 因为去年的时候 媳妇差点把舅舅家的厨房给点着了 你就喜欢污蔑我 你知道吧 那说的不是事实吗 那墙都被烧黑了 那你怎么不想到 我之前是不会做饭的 是不是因为结完婚以后 给你逼成了会做饭 铁道 咱们讲话评良心 我平时对你咋样 还行吗 把我拍的妹一点 那没问题 画面干要有 好对 丢好给丢好 但是呢 中轨是有丢丢的帮忙 哦 好能捞继续改进好不好 好点 这锅怎么上锈了 慢点啊 我得离远点 说好的给我补一补 全都是我自己动手 你不是嫌弃我吗 你的眼泪给熏着 我的妈呀 就跟我眼泪呀 我光快看着镜头了 我给你擦擦了 鼓起鼓起 加入调料煎炒一下 放点山炒老炒 加入土豆 搞里头 搞 这颜色好有食欲啊 我感觉我都能去当大厨了 可以 至少五星级的 五星级大厨流什么眼泪呀 烟熏的 哈哈哈哈还有这衣服咋回事啊 啊哈哈 苗董苗董 这个烟熏啊太熏人了 刚才胖子被他熏的有点受不了了 让我把他给堵起来 你说这孩子傻不傻吧 出锅了 好完美 飞牛就等睡着了 每次我们做完饭呢 小飞都会等睡着了 没有口福啊 外婆吃过了 留一点给他晚上吃 打个招呼来 牛海 牛海 嗨 哈哈哈哈 这孩子渴了 哎哎 咱分两口 咱分两口 哎 好了好了好了 先打算一口把它干了 这个白饼你们那有吗 这个白饼 薄薄的一口 吃慢点 有你这么吃饭的吗 要不动你 哦 哦 胖吻 哈哈哈哈 哈哈 吃个大菜小小毒的 谢谢你 你给我毒 那行吗 我还要吃点小东西 对对对 然后不要吃 烧烧点 虎爸 看见没 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把我拍的瘦一点就好 哈哈哈哈 人家说的 不能叫 胖吻 人家收拾 他们都会收拾的 你的收拾 也得收拾 我好想有新年人 我就就来个胖 哦 那那这样 你收拾 那我以后这里是 瘦喉 瘦喉啊 我的天哪好瘦啊 这个瘦 哈哈哈哈 好胖啊 哭 哈哈哈哈 得比以前啊 胖有几瘦 哈哈哈哈 对 胖了整整八十斤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媳妇婚前婚后差距这么大 整整像她八十斤啊 今天我才发现跟她的吃饭方式就有关系 就刚才吃饭吃了万绿豆粥八张饼啊 几分钟全搞定了 吃饭太快了 我怎么劝她都不管用 还给我一半大蒜让我消消毒你说气人吗 大家觉得长胖跟这个吃的太快有没有关系 在视频上面评论一下哦 现在我跟胖无聊已经吃完饭了 我们准备去打个疫苗啊 不是那个狂犬病啊 就是新冠疫苗第二针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要带小花去打狂犬疫苗了 新冠新冠 还有啊 今天视频下面统一评论 瘦喉喉喉喉喉喉 哈哈哈哈 他怎么如要喉喉喉喉喋喉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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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喉饦喉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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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喉�